你不要說你給我工具 然後你叫我徒手拆喔 歡迎收看這集的 一隻黑手系列 沒錯 今天就是要來改WR450 想不到吧 各位 今天一隻黑手 其實稍微有點作弊 我們今天要來什麼 先來改這個煞車的部分 那在這個影片開始之前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這個東西呢 因為畢竟是改裝的 無時尚的套件 所以我有先把東西拿來給老闆 然後呢 先合一下 然後先裝一下 再來一來是因為假如 整套煞車系統要裝的話 要改的話 我可能會拍不完 可能會拍個三小時 所以其實我有先叫老闆 先試合上去了 那主要今天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說改了什麼 然後以及花多少錢 以及好不好 有些改裝煞車的妹妹格格 好不好 那就讓我們來 開始 OK 好 在開始一日黑手之前呢 先跟大家介紹 康康今天改了什麼 以及為什麼要改 好不好 很多鄉民都在嘴說 康你不是說不要亂改裝嗎 啊 怎麼現在 爆改起來了 啊 老字有錢啊 沒有啦 開玩笑了 說一下 那首先呢 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要改 因為本身WR它是一個越野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本來碟盤這麼小 啊 這麼小 再配上這個啊 單二卡錢 所以呢 我也試過了好不好 各位鄉民不要嘴 我一開始也抱持著說什麼 我一定要 測試過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夠 因為很多次都說 啊 你這一定要改煞車啦 這個WR你做滑胎怎麼可能不改 結果我上山去試了一下 明顯發現說 這樣小的碟盤 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煞車力道不夠 那我覺得山路 其實你不用到需要多重煞 但重點來是什麼 萬一緊急狀況的時候 的確煞車力道不太夠 但上山你假如不要 重煞 帶煞入彎其實都還好 但還有一個問題是 騎太激烈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過熱 碟盤會太小 它散熱不易 它會過熱 因為卡錢太小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每次煞車 都要煞得很緊很死 那這樣一來呢 碟盤的散熱面積那麼小 會變成有過熱的情況 那過熱會導致什麼 那就會導致可能會 失去煞車的力道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好啦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這次會改煞車的原因 那為什麼好不好 康康今天要改什麼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 第一樣 鐵盤 再來什麼 卡錢 然後再來什麼 油管 然後再來什麼 總棒 總棒呢我們已經先 請老闆上了一下 先上上去 那今天呢會跟大家講 這個總棒這個重灌油的部分 當然我不是在這邊說 已經各位要爆改 改煞車一定要改這麼多 因為呢 本身我的設定 我是從土路 然後必須要換到公道 以及甚至賽道 那這個升級呢 變來講就是 你煞車要做比較全面的升級 那今天假設你是 我是新手 對不對 我只是騎台速可達物質 覺得好像有點不夠力 手感不太對 那我建議各位 先從油管改起 先從金屬油管改起 金屬油管跟塑膠油管 差別在哪裡 首先塑膠油管 它本身會有個 膀胱系數 它比較軟嘛 所以它基本上油在進來的時候 受到壓力它會膨脹 那變成說你 力道跟手感就會有差 那再來金屬油管 是因為它金屬 不會有變形的情況下 所以金屬油管 建議各位好不好 假如你假如想要改煞車 欸這油管其實不貴 所以先從金屬油管改起 那再來不夠的話 好不好 所以呢 假如很多新手 想要改一點煞車 建議什麼 小資主義的改法就是 來令以及油管先改 好不好 不要像剛剛這樣子全改 畢竟呢 我們不同車 好不好 我們不同車 OK 我們不同世界 OK 好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要開始先什麼 我們先把我們的卡錢 因為我剛剛先講一下 我就是買二手的 因為沒錢 窮 所以我沒有買直上的blender 我們買一個這個blender 好不好 然後呢 以及這個轉接座 大家可以看到這轉接座 所以我們需要轉接座 那至於轉接座會有什麼問題呢 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其實呢 只要不是直上的 只要不是直上的 都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車行的幫忙 好那基本上 因為這是二手的關係 所以它的來令呢 已經是使用過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新碟盤有沒有 非常的分量 新的光滑面 完美 所以你一定要配上新的來令 那第一個呢 我們先來開始拆 那基本上叉銷呢 我已經拆掉了啦 這個小小的叉銷 好 來 直接抽掉 欸 老闆很難抽耶 啊 你都怎麼抽 你不要說你給我工具 然後你叫我徒手拆 啊哈哈哈哈 壓怎樣 壓叉銷 我上次是用 插槍都拔半天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 新的跟舊的 舊的其實它就是有之前的那個 那魔的痕跡 那魔的痕跡是怎樣 你假如上到新的碟盤 因為它已經是舊碟盤的樣子了 你再硬上那個新的 第一個你新的碟盤 在使用狀況吃了可能就會吃溝 或是它什麼都念就不漂亮 買二手卡前要上新碟盤的時候 請注意好不好 上個新的來歷 很難耶 你一定是有什麼偷吃部對不對 你一定有什麼阿彌賽的討假包對不對 他有耐心 有耐心 我他媽最沒耐 怎麼辦我第一關就想放戲了 所以你要弄很久你認真 還行 手就起來啦 好等一下就跳就裝好了 來來來來 不行啦 這個你要弄很久 我要弄很久真的假的 沒有很好用 那這邊給我交給我 這邊給我 可以可以 好我知道了 老闆你還是你來弄好了 好難喔 不能蠻力啊 不然是什麼 就跟你講 有阿彌賽的頭吃貨 天天捏天天的我 哎呦 一次就哇 你這樣找不到洞 不可以 死洞被比洞 我跟你講其他洞我還滿Pro的啦 好不好 所以我要重插 好 好 既然都這樣有機會教育一下 這個洞有沒有 它是插銷的地方 所以我應該插銷是這樣插進去 我應該從那邊 哎呀我 怎麼從後面來咧對不對 正常是從前面嘛 對不對 幹 他知道拍到什麼時候啦 我跟你講我幹我進去了 幹我一定要成功 一回生二回熟啊朋友 我真的靠我自己的力量 裝進去了 OK 看到沒有 成功了 至終了 然後接下來插銷 來給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洞 然後我要把插銷插進去 黑斗不好當耶老闆 然後呢 我們先來合一下 嗚 OK 跟大家講一下喔 其實這種轉接卡座齁 真的都會有它的一些 美感 第一個是你轉接座 本身要洗得準 那不準的話呢 就會有一些問題 那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講 遇到什麼問題 這個改裝啊真的是 其實我們台灣改裝就是這樣 你弄得不好就很麻煩 好老闆你要不要來 順便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遇到的問題 簡單講一下 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其實 因為轉 其實轉座呢 多少還是有點公差啦 所以呢其實 它疊盤沒有辦法正 卡鉗沒有辦法居中 是不是 沒有就是 卡鉗上去之後 透過這個轉座上去 疊盤它沒有辦法 在這個卡鉗的正 沒有製裝的話 它就會左右不平均 施力啊 施力不平均 那會不會造成變形 實際還好 但是建議 會造成就是 煞車皮跟盤 磨合的時候 會有點異常這樣子 反正呢就給大家看一下畫面喔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卡鉗呢 其實它目前呢 並沒有居中 跟碟盤沒有居中 其實是我有叫螺絲啊 我們只要能再多墊一點就可以居中了 但因為今天拍攝的時候螺絲 還沒來 所以我們只好先上 所以好不好 就跟大家了解 其實這種卡鉗 或是改裝 你只要有轉接 沒有很準的話 就會有風險 所以這都需要一些 車行啦 要去注意的東西 然後能夠搞好 所以呢好不好 改裝不是那麼簡單的 OK 再順便補充一點喔 再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基本上呢 為什麼會建議直上 因為直上的話 它是卡鉗會比較小 或是比較屬於滑胎 因為我們滑胎 有光絲框嘛 那鋼絲框其實就是這種卡鉗太大了 會磨到鋼絲 所以呢 都可能會改變一點的 但是呢 Blendball那顆 不會磨的喔 那顆CNC的 就要兩萬 呵呵 所以我就 比較買便宜一點的 那比較便宜的 就要削 就要磨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用車床去車過的喔 就把它卡鉗整體 削到 比較短 比較薄一點 所以我買二手一台 是因為它削過了 不然的話 那假如買來要自己削 我也是沒辦法 那剛好假如 有人是這麼做了 土砲了 削了 那就賺到了 呵呵 好不好 剛剛 老闆 簡單的教了我一下 好不好 跟大家講一下 卸油怎麼卸 來挑戰一下 為什麼油杯會那麼小 就是因為 它可以去監控 你的煞車油 有沒有漏油 或者是 你當你掃的時候 比如說原本是這樣子滿的 然後越來越少 少到一個低標的時候 代表 你的來令 也在消磨 因為當你來令越消磨的時候 你的活塞就會出來越多 出來越多 它吃的油就會越 越多 所以 好不好 油杯小 它變動的時候 你比較看得出來 比較好監看 這是小油杯的由來 為什麼要小油杯 好不好 給大家試試一下 我們要把油打進去 所以我們要先吸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油已經下來了 這個油已經下來了 代表呢 油已經進到 進到這個卡鉗裡面 但是好不好 排空氣不會一次就好 就是你現在看到 就是它很空 這次還是不行 基本上呢 排空氣排油 不會一次就好了 不會一次就好了 所以咧 我們的目標呢 只要不要讓油 不要讓油低於那個油杯 就是要讓空氣又吸進去就好了 因為你要確定把空氣排出去 所以你要一直這樣 加油 卸油 加油 卸油 然後呢 感受一下那個手感 好不好 通常啦 假如有些跑車 它會在殼下面 黑手都會墊一塊布 原因是因為 我們加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就會油會出來 那煞車它是一個很利的東西 是什麼 因為它會咬殼 你只要一滴下去 基本上你幾秒內沒有擦掉 殼就直接花掉了 好不好 所以沙特油很可怕 要小心 這就是空氣 看到 我們要把這空氣排掉 把空氣排掉 我感覺剛 那個手感 有來了 手感有來了 感覺快好了 有了 很有耶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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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又來了 其實剛剛啊 老闆已經有試過一次了 然後呢 弄好幾次都沒有好 我這個怎樣 弄個兩三下 就沒問題了 好不好 果然我是有天分的 很有 老闆 我下面排一排 現在就很有了 為什麼 現在都一籃 代表沒有天分 真的齁 真的齁 成就感啊 好不好 其實 我有那麼有天分啊 好 現在我們上面也要排一下 確保 雖然我覺得已經有點手感了 有 還是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 很有耶 我很有天分喔 好有喔 我跟你講 老闆剛真的是排了好幾次 然後 都沒有我現在那麼有 真的 有種沒想到 我居然會成功的感覺耶 呵呵 好 現在把它加到一個高度齁 欸 大成功耶 大成功 好不好 今天的一日黑手呢 沒想到那麼的簡單啊 但其實真的講 因為老闆呢 有先幫我 走這個線 這個油管 以及這個總棒呢 先幫我上上去換下來了 所以好不好 簡單非常的多 因為呢 我很怕 會搞砸 會拍不完 拍到可能晚上10 一兩點這樣子 所以呢 總結一下 一個懶人包 新手 假如像康康這樣子 是因為車種 然後用路的關係 差異那麼大 需要改到整套以外呢 新手 你可以改 油管 金屬油管 以及這個 來令 是一個比較入門 比較簡單的方法 CP值 CP值改法 那康康比較特別好不好 所以 不要再嘴了 我真的試過了 那當然接下來呢 我還是要去試一下 這個渣車感覺 會不會太多 還是手感如何 之後呢 會跟大家分享 那為什麼現在不能馬上跟他分享 因為 拆成這樣了 怎麼提嘛 對不對 那當然 現在賣個關子喔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現在這個車殼呢 已經換白車了喔 沒錯 身為一個機車YouTuber 我也說過我是個 視覺系的傢伙啊 所以呢好不好 就是要改殼 那接下來呢 我也有第二集 這個滑胎日記啊 改裝滑胎日記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改車 改殼 改色 以及呢自己貼車子 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今天的重點呢 那再補充一下喔 就是 疊盤假如是新的 請務必好不好 換一下新的來令 這樣子呢 才有完美的磨合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呢 剛剛改裝快 花了多少錢 基本上呢 我現在會開始 每次呢 我只要這台車 有任何的改裝 任何的花費 我都會記錄下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 給大家知道一下喔 總棒卡錢呢 因為我是買二手 我是買一萬七喔 所以呢還算OK 因為之前呢 Blanger還沒有總棒 只有疊盤 跟卡錢 就疊盤卡錢 油管 就要三四萬 所以為什麼呢 我會自己選這個二手的 然後 稍微自己再買總棒的原因啦 好不好 但 直上有直上的好 沒有說 一定哪個比較好 OK的 但是康康預算問題 所以怎樣 改裝真的是看預算看口袋 好不好 卡錢總棒一萬七 碟盤加油管呢 是九千 隨便啦 兩萬 白天兩萬多 所以呢兩萬多 改這樣一整套 老闆便不便宜 你覺得 還行 還行 對還行 好不好 這就是什麼 你要改一整套 要暴改 三萬內搞定 我跟你講 OK的 當然 這是不含工錢 今天基本上是 對 假如加工錢 老闆通常你會收多少 還沒有細算 哈哈 真的講 今天假如你不像康康這樣 或是 對不對 基本上這樣改一套 絕對是三萬多起跳 再來就是因為本身康康買二手 對不對 好啦所以希望今天一整個 改裝一對黑手 各位會喜歡喔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訂閱上面有小鈴鐺 給他按下去 看到更多機車的影片 更多打票啊 滑胎日記 就可以看得到 好不好 那就非要不說 讓我們 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OK那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自己改裝 有沒有改裝煞車 花了多少錢 以及呢 順便覺得 評分一下好不好 常常覺得這樣花費 這樣子的改裝 喔不OK 吸不吸P值 好不好 OK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不好 那 掰掰囉 噓 哈哈哈哈 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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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用這種方式 沒有辦法 攻擊看的 蛤真的假的 所以看卡錢 看車子的設計 他真的是沒有ABS 有意思是ABS 他會透過他ABS總承 對 還要看他的設計 喔 所以我這算Lucky囉 這算是傳統 更直接簡單